字幕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要跟大家分享喔 我們的 七里商會喔的一個CP值 究竟有哪些的東西呢 是值得我們來做一個購買喔 哪些東西我們絕對不要買 因為他的CP值超級低喔 今天都會跟大家做一個解析跟分享喔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近的這幾些的一些活動 好那剛好的話這個活動的話 應該是從6月7號 七里商會這邊的時候的開始 那他應該是有中級大級跟小級 那我這邊呢選的是大級 所以不是很確定 如果說在螢幕前面的你是選中級 或是另外一個小級的話 看到的是不是跟我一樣喔 所以這邊我是以大級來做舉例 OK 所以這個大家可能要斟酌看一下 那基本上的話 每一次我應該如果出現七里商會的話 我都會是選擇大級 OK給他參考 因為之前有一個笑話對不對 大級領紅茶好不好 大家可以回去看這個影片 OK 大級領紅茶 OK所以我都會選擇大級 好那因為剛好現在有三個活動嘛 有七里商會 然後有玲瓏寶塔 以及我們的這個極致祈福也出來囉 所以這三個活動同時出來會同步來解析一下 哪些東西的CP值會比較高一些 那先簡單說一下極致祈福好了 這個其實有點像是就是儲值的一個壘儲的活動 那他簡單來說就是你花這個是美金0.99 大概台幣30幾塊左右 你就可以獲得一張卡片 你就獲得一個自圓的卡片 所以呢你會隨機獲得真三國無雙的隨機的一張 那只要是有可能你會連續兩次拿到兩個真 連續三次可以拿到無 那反正就是呢只要每30塊的新台幣就會換成一個字卡 只要剛好五個字卡都湊滿了 你就可以得到一次抽獎的機會 那每天的晚上9點他會準時的開獎 那獎品呢裡面就有這些 OK大概這個就是超級大獎 是會有一個隨機紅魂的喔 那常規物品的話是會有這個赤品兵命 所以赤品兵命現在基本上已經變成了常規物品 OK所以他的價值其實有貶值了一些 好那我們看一下超級大獎喔 是0.2%的一個機率 OK所以基本上是非常低的 好所以這個的話大家基本上就當作是一個儲值的一個累儲啦 就不用花太多心思在上面喔 他就是一個累儲的活動 那這邊要記得他是只有在每月奉路 成長基金 觀止基金 高階 每日禮包 這些東西跟開通佔令 還有點券福利卡 OK 每週限券購買福利 禮遇可以獲得 所以不是以上這邊有的東西 還有包含上行所儲值的點券 如果說不是上面以上的這些東西 譬如說現實 OK 現實的一些活動 對不對 像你可能會跳出一些現實禮包 就沒有在他上面寫的裡面喔 那你花現實的譬如說現在外面喔 現在沒有跳出來有現實禮包 假設有的話 那他這個就不會是 可以去累積到這個字卡的這個金額 所以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 OK要注意一下 好那所以如果說大家剛好要來爬塔 OK的話 可以趁現在有這個極致祈福的部分 一起來沖塔 那這也是 感謝就是觀看我頻道的那個同學 提供的一個建議 所以玲瓏寶塔的話 我目前呢 是爬到了第四層 那我應該會朝就是 第五層這個傳奇馬邁進 那相信大家如果是無課的玩家 基本上前三層是保底馬 之前影片有跟大家分享過了 每天的話都有這些的一個禮包可以做購買 那我覺得可以買的話就是這個二級保護炭粉 他其實就是跟有時候我們的每日商城裡面的東西的價值是差不多 大概就是400元寶 這個是可以做購買的 那其他的呢 這個三級保護炭粉可能可以考慮 那其他的我個人是沒有到很推薦 我個人是沒有到很推薦 不過如果說你的點券是有蠻多的話 我覺得這個限定十連招募令啊 或是這個其他的可以考慮一下 可是我個人是不推薦 我也不推薦 我們來看一下活動的專業這邊有沒有哪些東西是要買的 好第一個首推的我覺得是這個 這個招募令喔 2250的這個招募令 然後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說 欸奇怪這個那個十連抽不是也才2250的元寶嗎 那這裡哪裡有比較便宜喔 可是大家看一下他這個是限定十連招募令喔 也就是有時候官方會退出一些武將的機率提高對不對 這個就是那種特殊活動的十連招募令 那那個十連抽呢 他除了2250他其實還要再加點券喔 他其實還要再加點券 應該是我記得抽一次好像要幾百的一個點券吧 所以等於說你這邊就是去花元寶 你就可以不用到時候再抽的時候呢 就是完全不會用到任何的一個點券喔 所以這個限定十連招募令 這個兩個我應該是會把它買起來 所以這個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點券的部分呢 我可能就會先觀望 我這個限定十連招募令這個部分我就不會買 那十連招募令呢 我會去做購買 基本上我覺得成魂呢 現在我們就可以先不用太做考慮 因為現在其實關心喔 或是在其他的部分 那拿成魂其實已經沒有那麼的困難了嘛 我們直接來看紅魂 還有這個橙色做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高級自選的赤魂跟隨機的這個赤魂好了 基本上我們直接看高級自選的赤魂 他是6480的一個點券喔 那折合台幣的話大概就是3000多塊 OK大概是3000多塊 那這個到底值不值得呢 等一下會跟大家說 我們跟那個玲瓏包台來做個比較喔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接下來也要跟大家強烈的建議喔 絕對不要買的是這個橙色做集精華 你要花300的這個點券 這個的話是一隻迪盧 那迪盧的話你花的是2200 那迪盧除了你拿到一隻馬以外 你把它放生 你就可以拿到橙色的做集精華了 等於說你是花2200可以得到100的精華 所以每個點券的價值呢 是會每一個精華大概是等於2.2的一個點券 OK大概是等於2.2的一個點券 那這邊的話大概這邊是兩個精華對不對 他是15然後大概是300點券 所以這邊大概是每一個精華大概是等於兩個點券 所以好像是這裡比較便宜一點點 但是大家要記得喔 你的這個橙色做集跟橙色做集 是可以再做繁育的喔 有可能你歐洲一點點 就不小心橙色做集搭配橙色做集 就繁育出了另外一隻橙色做集對不對 那你會多了100個橙色精華 所以我個人呢 或是繁育出紫色的做集 所以我個人是不建議你把點券 拿去買橙色做集精華啦 那拿去買迪盧 或是拿去買絕影 我會覺得比較划算一些 好那紫馬的話基本上就沒有那麼推 所以我覺得這邊呢會比較推薦大家可以買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錢的點券 赤品兵或許可以考慮一下 那這個大軍師的赤品戰魂是隨機的喔 所以任何的一個大軍師有可能都會抽到 那這個高級自選的赤魂跟橙馬喔 是主要兩個考慮的點 好那我們馬上來跟就是這個 玲瓏寶塔來做個比較 那我把表格放在左邊 我們來大家看一下 所以在我們玲瓏寶塔裡面呢 我們直接看自選紅魂的部分喔 其實你爬到自選紅魂要到第八層 你其實是要花的點券是有到13700多點的 我們扣掉基本上保底的前三層之後 你要花的是13700多點 但是你可以拿到一個自選成魂 OK可以拿到一個自選成魂 所以基本上我們從這張表格可以直接很清楚的看得到 其實在這個七里商會的自選成魂呢 是有比較划算的 不過他其實在玲瓏寶塔裡面這個自選成魂 還包含一隻橙馬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直接來做橙馬的話 可以發現其實你去爬玲瓏寶塔的話 橙馬是比較划算的 因為只要1710的一個點券就好了 這邊其實是2200 所以這邊會推薦大家喔 就是如果說你今天是只有想要一匹橙馬的話 那你先以玲瓏寶塔為主 那如果說你沒有很care 可是你橙馬想要越多越好 那你還是可以來這邊做一個購買 OK那可是感覺玲瓏寶塔那邊的橙馬是比較便宜的 會比這邊來的便宜 那高級自選赤魂的話 在玲瓏寶塔大概是要13710的一個點券喔 可是在這邊的話大概是等於是打對折啦 可是在玲瓏寶塔那邊你會有兩隻橙馬 還有一個自選成魂喔 所以大家可以斟酌看看 可以斟酌看看 同時就是 如果說我們單看就是第八層的部分 那就是自選紅魂的話其實是只有6000點券 所以這邊稍微貴一點點 不過我是覺得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啦 所以呢這兩個對照表 OK就給大家參考看看 那我個人覺得這些七里三會的東西呢 唯一值得購買大概就是自選的赤魂 OK跟橙馬 其他我就覺得還好了 OK那以上呢就推薦給大家 OK如果大家你今天喜歡我的分析的話 那記得幫我的影片點一個讚喔 那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謝謝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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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